最敬爱的杨医院长 我们各位讨论大家晚安 大家好 这个经过上午三个小时的课程 大家应该身体有点疲累 但精神应该是蛮丰富的 早上的课程是 今天课程 我刚刚讲到应该是我们律制 很精心的 规划 早上的课程是谈到时别安全的问题 就是让大家 不仅要吃得饱 也要吃得好 吃的饮食 很重要 关系到我们健康 这个属于物质层次 下午的课程 我们层次又往上提升 到精神的层次 谈到 跟我们 每一个人都非常 优关重大的 所谓生命教育的问题 我们都有一种体会 可能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 人生很短 烦恼 很多 可能很多人 晚上 会失眠 会睡不着 白天 感觉工作压力很大 我想这个 好像现在人的毛病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 你我之间 所以下午这堂课 对于各位来讲 应该是 跟我一样 会有 很多很多的 帮助跟收获 那 我们知道 公务人员 大概 时间 社经 文化 环境 变迁的因素 可能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 公务上处理的问题 都 大逆于往常 必须花会很多的心思 时间 精力的投入 才能够 来 顺利的承办 甚至于 创造出一些成果来 所以可能 今天的副标题就是要 期待大家能够积极认识 勇于创新 不仅仅 我想这个不仅仅在工作上 可能生活上也是一样 我们期待就是 就有这样的体验能够 每一个公务同仁都能够 认真的工作 做快乐的活 今天也是请到 这个主题请到一位非常 这个重量级的老师 就是我们 国立 济南 国际大学的 教育学院的 杨院长 来担任这堂课的讲座 杨院长是 美国 北 科罗拉多大学教育学 的博士 我看到他在简易 他大概 整个精力都贯穿 整个教育的领域 从小学的时候 小学教育体系出身 担任过小学老师 也曾经在行政机关服务 在教育部的 中等教育 教育师 服务过 中等教育师 顾名思义的话 管理的就是 国中 高中 学校的一些 教育行政事务 目前是 在我们大学 高等教育 来领域 作为英才 所以 特别他们的领域上 研究专场里面 教育行政 组织发展 跟变革以外 生命教育也是他非常专精的 这个部分 那我特别好奇的就是 还有一个 校长学 这个 学问的专长 这个老师比较 比较少听到的 所以我想今天下午 上冬头 我刚提到的 一定会能够 让大家在 对生命的体验上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想 主要的目的还是说 回过头来 我刚提到 能够让大家在工作 在生活 在各个层面上都能够 快乐多一点 烦恼少一点 好的多一点 觉得不好的 就少一点 现在我们用热烈场上来欢迎 杨院长 我们用热烈场上来 稍后 放下来 明烈场